夏天就是要好好清理调理角质 六款好评不断的传统型颗粒角质霜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传统的颗粒型角质霜 可是夏天非常热卖的深层清洁产品哦 其实你只要选对了产品 用对了方法 肌肤就会发光发亮 很多人都不敢使用颗粒型的角质霜 会觉得这种有颗粒的东西 在肌肤上磨来磨去 好像真的会造成过度的摩擦 可是皮肤科医师会觉得说 你不要过度的清洁 对 其实如果使用这种颗粒型的角质霜 你必须要试你肤质的状况 就是大概一周使用两次 顶多三次 在使用的时候啊 就是你记住脸一定要先打湿 增加它的那个缓冲力 然后呢 你就是把手放在脸上 轻轻的化圆 再用水冲掉 你就会发现你皮肤真的变得很滑溜 很光亮 以前的那种去角质的颗粒 可能是比较是塑胶为例 那现在都被禁用了 那现在的这种颗粒的角质霜 其实都是用天然的一些果壳的成分啊 或者是砂糖的成分 其实可以自然被溶解 是完全不会造成环境的伤害的 迪奥再生玫瑰角质霜 它其实是今年新升级版 就是说它以前其实已经出了 那今年是再升级 升级的里面呢 是它增加了更多的天然的成分 以及它诉求里面有很多玫瑰为营养素 它里面更丰富更营养 首先呢 是你看 它附了一个金色的瓜勺 没有看过那种角质霜还附这么高级的瓜勺 它里面呢 其实加了很多的玫瑰精油跟玫瑰蜡 所以它可以在你摩擦的时候 可以滋润你的皮肤 那它里面一颗一颗的角质霜的颗粒 你们知道的是什么吗 它是一个白色的粉末 它其实不是粉末 它这个白色的颗粒其实是糖霜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糖霜 一个蜜糖 它就是在帮你角质调理的时候呢 利用这个蜜糖糖霜 一颗一颗的糖霜 帮你把老费的角质给剥除 如果有很多人喜欢迪奥 迪奥有一个那个粉样润唇膏 应该是大家都很知道的 护唇膏的系列 它里面有一个角质霜 就是专门针对唇部的角质霜 它里面也是利用到糖霜 用糖霜来清洁角质 它就是按摩完之后啊 它其实是就会慢慢融化 就不会造成一些环境的污染 是一个很好的清洁角质的方法 Sabon 脸部纯净磨砂膏 它是属于二合一 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帮你洗脸加角质清洁 那这个就是二合一 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懒惰的人 或觉得不喜欢这么繁复步骤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听说他们前一阵子也推出了一个头皮的磨砂膏 下次再来介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因为像我最近啊 就是每次要早上起来要洗脸的时候 我都用它 因为它这个加了一个薄荷啊 所以你洗完脸之后 除了你的脸会非常的清洁干净 还会有一种提升洗脑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夏天非常非常的适合使用 那至于它里面的颗粒啊 它其实是使用了 后面油的一个做出来的一个颗粒 所以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天然 再加上它里面有一些矿物质的成分 所以你在清洁肌肤的时候 也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养分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做这种深层清洁 会很担心皮肤会不会很干 那里面也加了之前 在保养产品里面 很多人会加到的那种复活草的成分 复活草就是可以提供肌肤 很大量的水分 所以用完它来做深层清洁 你也不要怕你的皮肤会变得很紧绷 那它的是一个乳霜的质地 你洗的时候其实是不会起什么泡泡 可是那种清洁的感觉其实很舒适的 所以如果你再找一个就是可以洗脸 又可以兼具深层调理角质的产品 这一瓶真的非常的大推 其实角质基本上还是保护我们皮肤 最外层的一个屏障 所以你只要大概每两到三天 做一次调理跟清洁就够了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 那你要选择就是比较滋润型的角质调理霜 这样子是比较适合的 那接下来呢我介绍两种 刚刚的角质霜是比较冠状的 比较尊贵的 那我要介绍就是两个 就是来自国外是比较属于开架 比较亲民好入手的角质霜 它一样可以帮你的肌肤做出抛光明亮的效果 Sukin超级绿脸部角质调理霜 第一条啊这个全绿色的这个Sukin 其实是来自澳洲的一个国民品牌 整个品牌其实都是以天然啊 纯素啊 就是零残忍为诉求 所以他们在澳洲也非常的有名 这瓶超级绿的角质调理霜啊 它里面的也是有很多细小的颗粒 那它的颗粒啊 一样是用红红把油 跟竹子的萃取而来的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它里面的颗粒非常的细 非常的小 那你也是只要轻轻的在脸上面画圆就好了 像你要使用这种角质霜啊 其实有的人在鼻翼这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多那种 比较肥厚的角质 以及就是黑黑的 你可以在角质霜在鼻翼这边多抹几下 就是在T字部位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多抹几下 那脸颊这边其实是皮肤层比较薄也比较干 那你就不要动它 其实也是可以的 像其实很多人想要做一些角质的清除 也会用酸类的成分嘛 那这个超级绿的角质霜 它里面除了我刚说的那个去角质粒之外呢 它还加了一些凤梨萃取的酵素跟氨基酸 所以可以让你在清洁的时候 可以保持皮肤的一个很弹润光滑的感觉 那我自己洗完的时候是觉得说 你洗完这个角质调理霜 其实皮肤会觉得很滑顺 不会觉得很干燥 然后可是同时肌肤又被清洁的非常干净 德国小柑橘脸部角质霜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牌子 其实它是德国百年的品牌喔 而且它创立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当初是有两个药剂师创 它们就是在一百年前就以就是 就希望是以草本的这些成分 很天然的成分来制作保养品 那它这样走一百年 其实在德国相当受到欢迎 也是德国的一个国民品牌 那这个角质调理霜啊 它里面同样也是用到了那个 红红把的油 它把红红把的油萃取出一个红红把辣的一个颗粒 那这个颗粒啊 它其实实际上你仔细用 如果用放大镜看的话 它这个颗粒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尖角跟炖 它就是很圆润 所以它在你的肌肤上面滚动的时候啊 它不会造成一些摩擦的伤害 用这种去角质力真的就是 你把手放上去不要使力 就是轻轻磨开来就好了 它这个颗粒会慢慢的溶解 就是它是天然的 所以对皮肤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它里面还添加了红花籽油当基底 所以它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当基底 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擦这种角质的那种角质调理霜 越磨肌肤会越干 它会有一些红花籽油的滋润 所以使用它之后 你的皮肤不会有任何的不适跟敏感 而且还会非常的光亮 也是一个开架很好很好的选择 除了啊已经把这些天然的颗粒 放在那个角质霜里面 可以让你做一个清洁角质的产品之外啊 其实我这边还有两款 就是它其实直接是粉末 它是干的粉末 就是天然的颗粒 可以让你自由的调配在你的洗面乳啊 或者是洗面泡泡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调配 然后用量你也可以自己拿捏 我也觉得下是一个非常客制化的一个角质保养的产品 ESOP茶树角质粉 那这个ESOP的茶树角质粉啊 其实是他们的品牌 算是蛮早期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资深的粉丝才会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啊也很喜欢这一罐 它洗完真的完全不会有干燥的感觉 反而是皮肤就是很滑溜 那它里面的粉末啊 其实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 它里面的粉末啊 其实是用了茶树叶的粉 还有坚果的壳跟净化的黏土 它是用这三个成分 然后也是很草本的成分 那你其实闻就有一种就是 因为有茶树 所以会有一种那种好像有点 就是消炎止痛药那种效果 所以我觉得用完蛮有感的 那像这个粉末啊 其实你可以自由调配在 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 就是洗面乳是凝露状的 或者是霜状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加多少 那它是 它的建议是一次加一匙啦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肌肤的状况来做调配 所以它在洗的时候 还可以利用这个黏土 吸除油脂的成分 帮你做一个吸除油脂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洗完之后 你的油脂也会被带走 然后脸上就变得很光滑 跟肤色很明亮 龟伯翠野苹果脸部角质粉 龟伯翠其实它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品牌 它以前的包装感觉都是比较是很英伦乡村风 有一些小碎花的设计很优雅 可是它最近这几年啊 整个形象大翻转 开始推出一些比较就是天然 然后比较极简的包装 那这个是它第一款 就是诉求比较中性的一个保养系列 就等于说它不分男女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角质粉 它里面也是可以帮你做一个角质的清除 它里面加了是野苹果的纤维 跟竹子的纤维 然后产生的颗粒就非常的天然 再加上因为像这个野苹果系列 它里面用到了野苹果酸 也是一种酸类 它也是可以帮你剥除角质的 所以这一瓶 它有一种物理的跟化学的 帮你就是剥落你的一些老废的角质 算是一个双重的效果 如果你是比较油性的皮肤 或者是你本人是个男生 我觉得非常适合使用 它一样它是粉末状嘛 你也可以任意添加在你的任何的 清洁类的品项里面 加多加少都随便你 它的一个清洁的效果非常好 那另外它我想要说一下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因为是来自就是英国 它也是蛮重视香味的 它有淡淡的花果 搭配一个烟熏的木质调的香味 其实也蛮舒服的 是一个很天然的角质保养的粉末 以上就是我介绍今年夏天 你一定要利用它们来帮你的肌肤 抛光打亮的一个深层清洁的产品 如果你还有什么保养 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